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会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我们今天来看 马可福音第四章 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成为光的人生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拿灯来 岂是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又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昨天我们分享了 撒众的比喻 撒众的比喻 特别讲到我们 要成为好土地 活出神的道 结识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收成 那么我们的信仰 就不是隐藏的信仰 而是要在众人面前 活出荣耀的见证 就如耶稣在 约翰福音十三章说到 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 我们是主的门徒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就是成为光的人生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人 我们的信仰是需要成为光 成为盐 进入到人群中 建立关系 照亮自己家里的人 也照亮周围的人 在圣经中 耶稣特别强调的家庭关系 临社关系 因为只有在关系里面 才能够真正的荣耀神 我们先看第一点 知道我们的身份 就是灯 一个人明白自己的身份 非常的重要 当你认识到 我们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好好的学习 当我们认识到 我们是丈夫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承担 当我们认识我们是父亲的时候 我们就要无私的付出 当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 我们才知道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当我们明白 我们是妻子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好地帮助丈夫 当我们明白 我们是母亲的时候 我们就会百般地 呵护教养孩子 当然 当我们认识到 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我们是尊贵的 是王子公主的身份 那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自身真正的价值 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 特别的重要 我们的生命改变 其实也是从 对身份的认识开始的 同样也是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 问三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并且我们要在这里做什么 这几个问题 其实就是对我们身份 非常好的反思 保罗每次都说 他是基督的仆人 使徒保罗 所以保罗知道 自己是天国的大使 并且是教会的牧者领袖 所以保罗说 凡事都要给你们做榜样 并且说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起手的 基督徒的意思 原文是小基督的意思 也就是说 当别人透过我们 就可以看到 基督的形象 在我们生命里面 彰显出来 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就需要活出那个价值 第二个方面 要找到合适的位置 就是登台 这一点 也是非常至关的重要 如果我们放错了位置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亏损 在路加福音11章33节说 没有人点灯 是放在地影子里 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 是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在旧约圣经当中 常常会把教会 比喻成灯台 其实录里面 也是讲到了七间教会 就是七个金灯台 是用来发光的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 所看的出埃及记 讲到建造会幕 会幕里面 也讲到了灯台 还有灯 并且位置都不是乱放的 都要找到合适的位置 才能够各尽其职 发挥它的功用 就像一幅所书里面 告诉我们说 教会当中 有使徒 有先知 有教师 有牧师 有传福音的 这些职份 都需要彼此互相的配搭 各尽其职 同样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 也要找到 我们的灯台在哪里 当然找到 我们侍奉的岗位 其实我们的灯台 就在这个世界上面 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需要 在这个世界当中 彰显出来 神给我们的光 我们看第三点 照亮周围的人群 叫人看见 我们成为光 就需要照亮 就需要使更多人 看到我们 我们如果说 只在教会里 做基督徒 大家都是光 到底 这个光 发挥的价值和意义 在哪里呢 其实这里面 讲到了周围的人群 其实就是指的 我们要照亮 周围的那些 不信的人 在马可福音 四章二十二节 因为隐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不可能 把自己隐藏起来 在 跟着前书四章 第九节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幕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用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马太福音 第五章十四节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因此我们也是 不能隐藏的 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城 是建造在山上的 很远就能看见 我们基督徒 也是生命建造在山上 很远也要让别人 能够看见 我们千万不要在 我们的职场上面 和生活当中 只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 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 我们的信仰 首先是要照亮一家的人 然后就是照亮周围的邻居 我们的信仰 是入世而超世的生活 我们是被神 拆遣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在地上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能够传扬福音 一举一动 都有天上的样式 并且把神的国度 在人间 透过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来 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才能够 发挥出 基督的香气 荣耀神呢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特别提到 我们要学会听到 就是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这句话其实 在前面的经文 包括到现在的经文 是在不断重复的 撒种比喻 也是讲到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我们要学会成为一个 有耳可听的人 包括在奇事录里面 也说到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当约翰 给每个教会 写完的一段话以后 后面都会有一句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什么是一个 会听的人呢 会听的人 一定是 留心听的人 在今天的经文 也是说到 我们要留心的去听 耶稣说 你们所听的 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 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 量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凡有的 还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多去 这段经文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成为 一个留心的人 并且我们要成为 一个 真的是 善待别人的人 因为我们用什么 量器量给别人 别人 也会用什么 量器量给我们 当我们能够 真正明白 上帝给我们的 使命和呼召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 量器 去对待身边的人 怎么去善待别人 怎么样去爱别人 怎么样去服侍别人 这是上帝 给我们的呼召 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在这个地上 成为光 成为盐 耶稣也在最后说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令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真正的 活出 神给我们的 呼召和使命的时候 上帝会让你 继续地 服侍他 继续地活出 神的荣耀 就如同耶稣 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说的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他结果子更多 但是对于那些 不结果子的 就要把它砍下来 丢在外面焚烧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们不结果子 我们不发光 我们不做光作严 去荣耀神 那么我们就是 白占地图 耶稣在 约翰福音 十五章讲的 葡萄树的比喻 就讲到 葡萄之子 唯一的功用 就是要结果子 如果不结果子 葡萄之子 能用来做什么呢 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唯一能做的 就是要放在火中 被焚烧 同样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的生命 怎么样活出价值呢 就是唯一的 就是要做光作严 成为周围的人的见证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成为上帝的门徒 就像耶稣讲 撒种的比喻 我想还是继续 前面的撒种的比喻 结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成为 好徒弟的生命 继续地为主 做光作严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安静祷告 等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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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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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